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在高考前紧张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记得我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的时候 我也是很紧张的 没有讲过课以前 所以第一次面对八年制的学生 我因为太紧张 以至于我的语速非常的快 本来45分钟的课呢 我可能提前10分钟就讲完了 然后就站在讲台上感觉到非常的尴尬 但是我的学生的给我的反馈呢 特别的温暖和积极 他们看出我紧张了 然后呢就开始跟我互动 问我一些问题啊什么的 所以后来通过那件事情呢 我也感觉到就是很多的紧张 其实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添加的 当你去做这个事情 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就算是结果不好 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 或者是可以想象 现在很多的考生 包括家长朋友们 内心都有这样的一份压力 在生活中也会看到 这样一些现象 就是过度的焦虑 有时候过度的焦虑 它会引起一些躯体反应 你比如说心率加快啊 出汗啊 还有甚至是手抖 另外呢会引发一些 我们的胃肠道的反应 比如说恶心 呕吐 严重的还会腹泻等等 这些症状都会出现了 那么如果遇到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适当地 运用一些手段去干预它 我们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让我们适当地 能够减轻这份压力呢 我们第一个呢 就是说可以通过呼吸 调整呼吸的节奏 来缓解一些紧张的情绪 你比如说这个中医 它有导引 导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调整呼吸 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放慢这个呼吸的频率 使这个呼气的这个时间呢 变长 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呢 可以让我们迷走神经 相当兴奋一点 会让我们适当地减轻 这种紧张焦虑的这种心情 这是常说的深呼吸吗 对 就是要第一 就是要这个放慢频率 比如说正常的话 我们一分钟的呼吸频率 是15到20次 那么我们可以适当地 比如说根据你自己的 这个呼吸频率呢 适当地要慢一些 深呼吸 然后呼气的这个时间 要更长一些 而且我们说尽量用俯视呼吸 可以你把这个手呢 一手放在这个胸腔 一手放在这个腹腔 然后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 尽量感受到 放在腹腔这个地方的手呢 能够感觉到 随着我们的呼吸的幅度来变化 鼓肚子 对 鼓肚子 和扁肚子 对对对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自己到底是用这个胸腔 还是腹腔在呼吸 吸气的时候 我们是深吸 然后肚子是鼓起来 然后呢 在呼气的时候呢 慢慢地把气气吐出去 然后是瘪肚子 对 瘪肚子 所以总结起来呢 要想让考生能够 尽量地消除紧张感 缓解压力 最好的方法 第一就是做深呼吸 对 第二个呢 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穴位 你比如说有些人呢 在特别紧张和焦虑的时候呢 他的心率会非常的快 昨天在上课的时候呢 还跟这个学生呢 我问他们 我说那个 大家有没有在考前 出现各种这种紧张 害怕的这种 或者焦虑的这种症状 然后有学生就给我 说各种各样的症状 有的学生说我手抖 说拿不住笔 有的呢 说我这个心慌啊 慌得感觉要跳出来了 心会有一种 突突突的感觉 对 他说就突突突的感觉 以前是感觉不到心跳的 而且这个心肌收缩力 感觉非常的强 我们不妨呢 可以运用两个 非常常用的 而且非常简单 好找的一些穴位 来缓解一下症状 这两个穴位呢 一个是肉关穴 一个是劳工穴 这两个穴位呢 我们说都是 绝心包筋上的穴位 那么它呢 都有这个安神定制 能够调整心率 这样的作用 我们这两个穴位 其实特别简单 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特别难找的 是吧 因为大家在这个考场上 或者是考前 不需要用太多的精力 去找它 那么劳工穴呢 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就可以找到这个穴位 那就是把这个穴的虚握 那么我们的中指 所对应的这个 手掌心的这个点 然后我们可以按压它 可以感觉到一种酸胀感 那么这个呢 就是劳工穴 我们可以这样按压 按压到这个酸胀感 有明显的酸胀感 这样按压一会儿 另外一个穴位呢 叫内关 那么内关呢 一般来讲 我们是钻拳 爱用力 然后往回稍微窝一下 我们会看到 这个手腕这儿呢 有两根筋 那么在这两根筋之间啊 这个穴位 在这两根筋之间 它的凹陷处 但是我们现在 还需要一个横的腕横纹 就是我们把这个手腕 弯的时候 大家看到 这个手腕罩有一个横纹 它上面的两寸 那么两寸怎么找呢 我们说有三根手指并排 那么在两根筋的中间 这个地方凹陷 那就是内关穴 内关穴呢 我们按压的话 也可以感觉到 这个酸胀感 那么这个呢 也可以缓解 我们的轻荒啊 心剂啊 然后有这种 不舒服的症状 这是很常用的 对 但可能有一些考生 自己真的是 想尽了各种办法 包括用一些 中医学位按摩的办法 依然是无法 消解自己内心的 这份紧张感 甚至呢 还有可能会出现 晚上睡不好觉的情况 对 这个很常见 昨天我跟这个 同学们聊天的时候 我当时上课班级 大概有三十多个学生吧 我问大家 我说你们还记得 你们高考的时候 有没有失眠的情况 几乎有一大半的同学 都在说有 然后我说那 你们感觉到 这个失眠 你们当时在干什么 大部分的同学 都说忍着 对对对 还是也挺无助的 对 然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们这个是 平时就已经在高考前 很长一段时间 就已经失眠了 还是说就在考试前一天失眠 然后我发现 大多数的孩子 就是只在前一天失眠 所以呢 我说你们有没有 对自己第二天的考试 成绩有没有产生影响呢 他们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 孩子们的自我调节能力 还是很强的 对他们要相信孩子们 孩子们的这个调节能力 还有适应能力 其实是很强的 他们的身体 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下 所迸发出来的能量 也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不要让 今天晚上没有睡着觉 这件事情 在放大 他对第二天考试的作用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平时 就有睡眠不好的现象的话 那么尽量的早来治疗 早来调整一些 这样子的话呢 到领考的时候 尽量可以把身体调在 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你比如说 其实像四五月份的时候 在我的门诊呢 就有很多的家长会带着考生来 看看病啊 说这个孩子 这段时间 这半年来 就是因为这个学习压力也大 睡眠可能就不太好 然后想调一调 其实这段时间调理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我们中医呢 在这个治疗失眠也罢 或者是睡眠障碍也罢 我们是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它有不同的症型 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实症和虚症两块 是吧 那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常见的 我们考生中间呢 特别常见的几种类型 第一种呢 就是心疲两虚 这种心疲两虚 尤其是在女孩子身上 特别常见 它具体表现呢 整体这个患者 如果站在你的面前的话 你能感觉到 他有气无力 就是总是有气无力 无精打采 那么这种呢 往往就是由于思虑过度 就是我们所说的 用脑过度啊 或者是这个学习很累 是吧 然后呢 它会影响它的这个 脾胃的运行 有些呢 就是吃不下饭 食欲很差 或者呢 一吃就饱 吃完以后消化不好 等等这个 既有脾胃的症状 那么同时呢 又有这个心慌心剂 另外呢 我们说 它就会出现这个 睡眠的问题 它的睡眠问题呢 它有可能是睡不着 但是更多的呢 是它睡着以后做梦 就是梦非常的多 这些患者呢 往往就是会说 我第二天醒来 我觉得我还没有睡够 或者说我好像就没有睡觉 脑子昏昏沉沉的 每天就这种恶性循环 昏昏沉沉的感觉 这种我们说是心疲两虚 那我们对于这种的患者呢 我们就要给他健脾养心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 像百合 龙眼肉 大枣 这些食物 我们都是要食同源的 平时你就可以煮一些喝 第一呢 味道也很好 是吧 第二呢 也对于我们的这个健脾啊 养心啊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大概要放多少呢 是一块煮水给孩子们喝吗 可以一起煮水 我们也可以把它 就熬到粥里面给孩子吃 都可以 我就以煮茶为例 就我们家里都有养生活的话 带茶饮 对 带茶饮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百合 可以多用一些 用二十克 干的吗 干的百合 对 二十克左右 然后大枣呢 我们也可以用二十克左右 或者说家里面 有些人用的小枣 有些人用的大枣 比如说大枣的话 你可以放三到五颗 小枣的话 我们可以放八颗 十颗这样的样子 它会甘甜一些 然后大枣本身 有健脾养心的作用 另外我们还可以 放这个龙眼肉 龙眼肉呢 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十颗 有些孩子呢 可能干吃的话 它可能会上火 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量呢 我们自己可以 稍微根据孩子吃了的反应呢 进行一些灼情的加减 那刚才您提到的是 有一些考生们 睡不好 是因为心脆两须所引起来的 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什么呢 曹清华提示您收看 健康之路栏目 那刚才您提到的是 有一些考生们 睡不好 是因为心脆两须 所引起来的 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呢 就是它的特点呢 就是特别爱发脾气 它不光睡不好 而且呢脾气特别大 心情非常的烦躁 那这种就属于干预化火的现象 这个正形啊 其实也是跟自己孩子 本身的体质有关 那么像这类孩子呢 它的这个睡不着觉的现象呢 主要体现在烦躁 然后呢爱发脾气 另外呢嘴巴老苦 眼睛呢老是固满了红丝 或者是它会觉得眼睛特别的干涩 另外呢就是它可能会头疼 而且这个头疼呢 会这个以太阳穴 侧面的这个头疼为主 就是偏头痛 对对对 做梦呢 它也是做的一些 让人非常紧急的 或者是打架呀 或者是有这种噩梦啊 追追着的这种梦 总之呢 就是它的整个状态呢 它是一种干火往上走的状态 所以呢 对于这种干预化热的啊 有干火的这种失眠呢 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些方法去治疗 其实有一个 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一个食材 就是菊花 菊花呢 因为它入肝精 而且呢菊花这个味道啊 大多数的小朋友们 应该也不能叫小朋友了 是吧 大多数的青少年朋友们 对应该也是好接受的 菊花的这个剂量稍微大些 它既可以清干火 同时它的镇静作用 其实是很强的 而且可以治疗我们这种 干火上炎的这种头痛 杭白菊就可以吗 杭白菊就可以 单用杭白菊吗 还是要配一些其他的食材药材 我们可以配一些 因为这个干火一旺呀 它就带着新火也旺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加一些 比如说像竹叶 生干草 莲子芯 这一类的 也可以配着一起吃 那干草的目的是 干草的目的呢 一个呢 是为了搅味 尽量要把这个茶呢 让青少年朋友们 能喝进去 是吧 不能太难喝了 它会抗拒 另外呢 干草 尤其是生干草 它是可以清热的 清干火的作用 还有一个是蛋竹叶 对 它也是清新火 还有粒小便 如果你还伴随 有小便黄的话 就可以加上蛋竹叶 所以这几位要加在一起 主要还是为了 帮考生来去火 对吗 对 主要是清干火 那每种放多少颗 比较合适 像菊花呢 我们就可以用 五颗左右 生干草呢 也是五颗左右 如果你要放煮叶的话 少一点 可以用三颗 莲子芯的话 就更要少一些 因为莲子芯非常苦 莲子芯的话 我们可以用 一到两颗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一到了考试的时候 其实家长们 是非常重视 孩子们的营养问题的 因为这段时间 真的是大量地 在消耗身体当中的营养 尤其是大脑当中的营养 对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当我在复习考试的时候 饿得特别容易饿 对 比如说早上八点吃完 十点半就已经饿得不行了 而且你有没有感觉 就是特别想吃甜的东西 是的 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耗能 是全身耗能最多的 糖耗也是最高的一个器官 所以家长们可能看到孩子们 有这种身体的需求 就想帮助孩子们 尽量地把这个营养给补足了 对 但是其实我们在高考前 在给孩子补充营养 这个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要补得巧妙一些 不能说是大鱼大肉的 使劲的甜 对吧 那我们在这儿 有三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我们说 你要注意饮食的均衡 不要大补 其实我们说 孩子在这段学习 特别紧张的时候 他的肠胃的消化能力 其实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呢 比如说要做肉类 那么你要注意一些 烹饪的方法 比如说一个排骨 清炖的排骨 和红烧的排骨 那么对我们 胃炒到的负荷 其实是不一样的 清炖的排骨 它就更好消化一些 所以我们家长朋友 给孩子们做饭的时候 做菜的时候 就注意一些烹饪方法 尽量做得清淡一些 好消化一些 然后饮食均衡一些 这个是我们比较鼓励的 我们不太建议就是说 有些家长说 您看我是不是这一天 弄点海参 弄点什么鲍鱼 来给这个补补 大可不必 是吧 我们就是日常的饮食 但是你肉蛋奶蔬菜 这些我们都能够 均衡地给予 然后呢 注意不要做的这种油炸呀 还有这种红烧的 这种方法少用一些 我们尽量清炒 清炖 清蒸 这样子的话 孩子的消化能跟得上 它能吸收得了 否则的话 这大鱼大肉 一旦吃得多的话 血液都跑到胃里边了 要是考试的话 大脑的这个血液 就相对少了 一个是孩子容易困 一个呢 它容易造成食肌 食肌它也会腐泻 还会影响睡眠 所以呢 没必要 明白了 这是第一方面 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 其实我也是特别想 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 我们尽量不要改变 我们日常的饮食结构 就是说 我们也会看到 有一些家长呢 就说 哎呀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看人家这个人说 吃这个好 那个人说吃那个好 我就突然给他去做 其实我们说 这种长时间不吃的食材 你猛然给孩子吃的话 他的肠胃 不一定能受得了 对他来讲呢 可能肠胃还需要适应 有可能会对他是一种刺激 他接受不了的 他反而第二天 可能会腐泻 对 所以的话 我们说你平时 给孩子吃什么 我们尽量在这几天 保持一个日常 所以呢 我们有以前 就是也是跟这个同学们聊天啊 学生们就讲说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有些住校的 老师们特别注意 就是让我们平时吃什么 就让我们吃什么 不建议我们乱吃 甚至不让我们吃很多的零食 就是怕把肚子吃坏 所以呢 我们的饮食结构 没必要 做一些大的改变 另外就是 喝的一些饮料 我们也不太建议 你说 我刻意地去喝咖啡来提神 因为如果你平时 习惯性地喝咖啡 还好 如果你平时 根本就不怎么喝咖啡 你猛然一喝咖啡去提神 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会心慌 会心慌 而且咖啡 大家知道是有利尿的作用 他会考试 会不停地想上厕所 所以呢 你没有必要 就是说刻意地 摄入一些什么东西 来做一些这个补充 就是平日吃什么 我们考试的这几天 依然保持 对 平日的饮食习惯 就可以了 把你平时的食谱 保持住就可以了 好 这也是需要注意的 对 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再一个就是 我们要注意 就是不要吃特别生冷的 或者是刺激的东西 就是在夏天 因为这个 大家毕竟觉得热 喜欢喝一些冷饮 或者是吃一些 生冷的水果 还有生菜 这类的 那我们就特别建议 你吃这种凉菜什么的 一定要洗干净 还有呢 就是喝冷饮 尽量不要喝带气泡的 因为喝这个带气泡的冷饮 它会肚子胀 会打嗝 容易产气 对 它容易产气 有一个患者就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 哎呀 我不懂啊 我喝了很多的那个汽水 结果这考试的时候呢 一直打嗝放屁 就这个 就受不了 说旁边的学生 估计也会受到影响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 我们也跟广大的考生呢 提个醒 就是说这个带气的饮料 我们尽量还是不喝了 还有不能喝冰饮 对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就比较热 比如说考生为了这个 解暑降温 很多时候会从冰箱里边 直接拿出来饮料就喝了 对 这个也会加重这个肠胃的负担 肠胃的刺激负担 对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不太建议的 有很多人 它其实对冷的东西特别敏感 我们经常有患者跟我讲说 我只要一吃冷的 没有这个放到室温 一吃这种凉的东西 我就马上得上厕所 对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能避免的话 还是尽量避免一些 所以可能到了这个 考试这么关键的一段时期 买菜啊 做饭啊 烹饪啊 都是家长的事情 家长其实在选择食材的过程当中 就要有所注意了 那孩子在自己选择食物的时候呢 也应该把饮食的安排放入其中 放入考虑的这个范畴当中 对 不能够自以往为 是吧 对 是有一些取舍的 那您说如果要是对于脾胃 不是特别好的孩子们 经常腹泻啊 或者是消化不好的孩子 那考试这段期间 喝一些粥可不可以啊 可以的呀 尤其是像晚上 晚上我们可以喝点粥啊 像百合莲子粥啊 这一类的百合莲子 加点芡食什么都可以 这个粥呢 好消化 对于晚上来讲 而且里面像莲子芡食 又可以健脾 又可以止蟹 我们也可以放入 但是呢 像这种长期脾胃就偏弱的 平时就容易消化不好 拉肚子的孩子呢 也是我刚才说的 尽量我们放到平时 提前去调理一段时间 把脾胃尽量的调 调的强壮一些 其实这个高考 不光是在考学生 考老师考学校 这也是在考家长 考全家呀 是的 那可能对于很多家长来说 在考前的这几天啊 这个内心也跟 揣了一头小路一样 就很难安稳下来 坐立难安的 那可能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呢 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啊 尤其是考前呢 双方的压力 都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确实沟通起来啊 有一些话呢 不敢说 有的话呢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那其实这里边呢 确实是需要掌握一些 沟通技巧的 那待会儿呢 我们会请到心理学的专家呢 来教教您具体的一些方法 也能够助力考生 和家长朋友们 来缓解考前的 这份紧张和焦虑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栏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夜 独家滚名播出 敖冬牌安神补脑夜 安神又补脑 睡好精神好 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心理学院的王英春教授 欢迎您王老师 你好 需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 王老师呢 曾经多次跟随我们的国家队队员 参加奥运会 以及国际的重大赛事 为这些运动员们呢 提供心理的服务和支持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王老师呢 来帮助我们 众多要参加高考的考生们 以及他们的家长朋友们 能够尽快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能够迎接这一次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次大考 好的 如果就奥运会来看 也是四年参加一个重大比赛 像我们的高考的学生 大概也是要历经十几年 然后经历这样的一个比赛 而且这些比赛 包括考试最终 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都是有很多的 相类似的地方 那您在处理 比如说赛前 运动员出现紧张和焦虑的 这种情绪 然后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赛中 比如说比赛出现一些 心态的不稳定啊 甚至导致动作上的一些失误啊 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 帮助我们调理的这种经验的 对吗 对的 我们心理的工作 在运动队里面 主要是给运动员备战 做好一个心理的服务 或者说保障 那具体来看 他可以从赛前 比赛过程中一直赛后 整个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时间段里面 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些辅导 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 就特别像考生们参加高考 对的 考试之前也有可能会出现 很多心理情绪的问题 对 那么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可能遇到一些难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心态也会发生巨大的波动 对 甚至考试之后 还有一段时间 很难从这个考试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 您可以根据您 比如说给运动员们进行调整的 这些实战经验 也给我们考生们来支支招 好的 你比如说我们了解到 对于考生来说 最影响他们考试状态的 就是考前睡不好觉 实际上我觉得不管是考生还是运动员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看 我们在遇到一些重大事情的时候 在前一天都可能会出现失眠 第一点会告诉我们队员 包括我们的考生 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或者说是大多数人 都会遇到的一件事情 不要因为失眠了 而太多的消极评价 有些时候 不管是考生还是队员 都会觉得 为什么我又失眠了 完蛋了 我又控制不了我自己 这个时候 这种消极的评价 所带来的影响 可能比失眠这件事情 本身还要严重 所以说至低点 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二个可能也是 的确可以有一些小的方法 帮助运动员来 或者说我们考生 能够来解决这样的一些失眠问题 我们可以用一种叫渐进式放松 就是说先体验紧张感 然后体验完紧张感 再放松下来 比如说它可以身体每个部位 从手一直从头到脚 像你说的 可以比如说手 大家可以去握拳 然后想象握了一个柠檬 或握了一个橘子 然后你要把里面的汁水 使劲挤出来 然后就去绷紧 就这样去绷 然后大概三五秒钟 然后去感受一下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再慢慢地去松开 再体验这种松下来的感觉 然后比如说手臂完了之后 然后是大臂 然后头 包括我们把头 就像大家常说的 挤门弄眼 就整个地绷起来 然后再放松下来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从头到脚做完之后 实际上是肌肉地放松了 它传递给大脑一个信号 也就是能够放松下来 这种时候 等我们一旦放松下来 可能你的这种入睡 会容易很多 就是首先把这个紧张 给它彻底强化了 对 因为有时候 直接让大家放松 感受不强烈 放松不下来 它没有对比 对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 但是这种先紧张再放松 有时候是能够 让大家感受更强烈一些 对 就可以找到那种放松感 否则你说放松放松 那怎么放松啊 就找不到那种感觉 那你提到的这个方法 其实可以尽快地帮我们 找到这种放松的真实的感觉 对 还有一个也可以提示 就是大家有的会数数 这个不管用 不要从一数到一千往上数 有时候数着 大家会很崩溃 为什么我数到一万了 还没睡着 对 建议可以按小的办法 一二三四五 五四三二一 就是简单的重复 是能够让大脑容易 进入到那样的一个 类似于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的 哪怕真的一整晚不睡的话 其实他第二天的经历 整个的身体状态 是能够支持他完成一整天的考试的 是吗 大家很少会见到说 考场上睡着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放心 那心得多大呀 对 但其实可能对于很多考生们来说 因为毕竟青少年 他们的心理成熟度 还没有那么成熟 有一些情绪呢 自己难以消化 对 比如说会出现异常的紧张 甚至是焦虑 焦虑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 一种现象 一种情绪状态 那对于高考的学生来看 可能他更多的就是 针对于接下来的高考 比如说他不知道考试内容 他绝对不知道考试内容 他不知道这个题型 他是不是熟悉 然后他也不知道 考试当天的环境 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考场的老师 监考老师什么样 他周围的小伙伴怎么样 然后他也不确定 自己能不能够很好的 以最佳的这种状态 来应对考试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不确定 可能就会带给我们 非常强的这种焦虑的感觉 所以还是要正视焦虑这个情绪 这是很正常的 不是异常的一种表现 对 处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 别说是青少年们 对 成熟的大人 依然也会存在这个焦虑 我们常会用的一句话 焦虑是把双刃剑 实际上我觉得 家长考生都知道这句话 但是在考前 当自己处于焦虑的时候 可能就忘掉它了 只记得这个焦虑 带来不舒服的地方 但实际上我们常会说的 一句话 就是焦虑它 是必须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在面对 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 我们焦虑了 或者我们有时候用一个词 叫达到一定的唤醒水平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全身心 才能得到更好的调动 然后我们注意力会更集中 我们情绪会更高涨 然后我们的疲劳感会降低 我们运动员的确会发生过 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他可能参加奥运会 这种国际大赛 当他面对一些 小型比赛的时候 他是有些弹幕 他可能这件事情 调动不起来 那个机器性 对 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给他 施点压 如果这种焦虑的情绪 它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其实是一种 良性的身体反应 但如果这个焦虑的情绪 它那个标值特别高的话 比如说考生 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出现异常的心慌 其实它是很难稳定心神 去集中注意力 在这个题面的分析上和解答上 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手抖 那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够缓解这种情绪 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 遇到这个情况 大家也不用着急 因为基本上来看 这个焦虑状况 不会一直持续 像您刚才谈的 它在手抖 它在心慌持续一下 一段时间就会下去的 所以大家就是 如果真遇到这种情绪的话 耐心等待它过去 这第一点 就是要 还是一个正确的认识它 然后第二个 可以采用一些小的方法 比如说深呼吸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有效 但是真的会对大家 有非常大的帮助 比如说我们吸气 一个很长的吸气 然后三到五秒钟 然后在吸的时候 可以告诉自己 我吸进去了氧气 吸进去了能量 然后给自己 这样一个积极的暗示 然后比如说 可以再屏住呼吸 三到五秒钟 然后再缓缓地呼出来 也可以稍微大的 比如说 大一点的动作 也可以就是呼出来 然后可以告诉自己 我呼出了二氧化碳 我呼出了我的紧张 呼出了我的烦恼 然后可以做几次 这样的深呼吸 我们的这个交流水平 是能够得到一个 很好的环节 接下来可能就能够 很正常地来参加考试 但比如说 在考试的过程当中 以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还有可能会出现 另外一种情况 在我拿到卷纸的那一刻 我突然间大脑一片空白 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那一刻我都懵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 我当时也很不理解 事后我也很不理解 因为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实际上高考 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或者说对很多人来看 是一个压力 当我们遇到 这个压力事件的时候 我们会有 很强烈的情绪反应 那这个情绪反应 可能就会抑制 我们大脑的思维活动 到了这个状态之后 实际上第一 它会不会太长时间 大家不用太多地去担心 第二呢 大家可以就是说 想一些办法 还是像刚才提到的 让自己的情绪 能够稳定下来 然后再耐心地来看每个题 你会感觉到 好像并没有想象的 那么可怕 对 可以喝口水 就是说喝口水 让自己的这个 消极的这个链接 给切断了 然后也会有一些帮助 像我们运动员比赛的时候 教练员会有一个指导 就是他可能会看着 运动员的状况 会及时叫停 叫停下来喝口水 或者有时候 也不见得做什么 就叫下来再上去 他的整个状态 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觉得刚才您用 那个词特别好 就是把这个焦虑的情绪 给他切断了 对 还有一种 在考场上 可能考生会遇到的 一个现象 就是舌尖现象 舌尖现象 对 就是我们常说的 话到嘴边 却想不起来了 就比如说 我看到某个题 突然想不起来 然后最好的方法 就是先放过它 跳过去 对 然后你过一会儿 你做其他题 过一会儿 或许你就能够想起来 最怕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题不会 然后产生了 非常激烈的情绪反应 我完蛋了 然后我后面的题 怎么怎么办 就这个时候 可能带来的影响 会更长一些 然后可能 这个有的孩子 会一下子急躁 整个的 整个这一场比赛 整个的这个 考试 可能他都会受到 一些严重的影响 运动员也会遇到 就是这种大脑一片空白 尤其是缺少经验的时候 比如说一下子 面对那么多的记者 这个长枪大炮 然后这个灯一开 然后他瞬间 会处于这种状况 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但是坚信 这个状态是短时间的 对 可能过了一两分钟 或者是三五分钟 这个状态就会过去 对 首先坚定这个信念 你积极地认知它 它会过去的 最怕的就是 我觉得由此带来一些 更为负面的评价 最怕的就是卡在那里 卡在那里的话 可能就会非常非常着急 这个肯定很多考生 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 就是对整场 整个的一个考试 都会有一些带来 整个的就会心就乱了 乱了之后 可能整个节奏就变了 那我觉得可能考场上 一些风吹草动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考生的心理 你比方说 有的考生呢 他们在这个安排座位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坐到前排 有的人就会坐到后排 那坐到后排的 这些学生们 他会有一种潜意识 就是说 你发考卷的时候 会从前往后发 那发到我的时候 那等同于前排同学 都已经开始写名字了 开始答题了 我就晚拿到卷纸 大概有30秒的时间 那我吃亏了 这种心态 我估计也有可能会影响 孩子们考试的状态 您觉得呢 运动员 我们让他们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身上 我能做什么 我去控制 我能做的事情 而不要去关注那些 我不能做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座位的安排 以及怎么发卷 像您刚才谈的是 从前往后发 各种方式 这个知识性发的也有 你不知道这个考场 它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方式发卷 你也不知道 你早拿了30秒 还是别人早拿了30秒 这些都不是由得 我们所控制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拿到试卷 我怎么去做 我觉得这是一定要 告诉考生的 因为现场各种情况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一种 还有的 我还在这一面没完成 我听见别人 已经在翻面了 那这个时候 有很多孩子 也会受到影响 会着急的 会着急的 心想我是不是落后了 我答题速度慢了 包括有的听见别人 我在那思考 我还没想起来 这个题怎么答的时候 周围啥啥啥啥啥声 我们给运动员 会有很多小方法 比如说怎么样 增强自己的这种可控性 像他们有的队员 比赛的时候 会带自己喜欢的小信物 我就带着 我喜欢的小毛绒玩具 我就带着一个 包括他们住的地方 也会是出国比赛 带着自己的枕头 心理学专门做过实验 就是请一些运动员 来参加一个任务 然后比如说两波 所有人都来了 然后把他们的小信物 摆在这儿说 我一会儿要拍照 然后过了一会儿说 这一波拍完了 你拿回去 另外一波队员 还没拍完 你们先待会儿再来取 然后让所有的人 来完成一个计算机任务 结果发现是什么 就是那些拿回信物的运动员 在这个计算机小任务的成绩 远远地高于 没拿回信物的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结果和拿回 有没有信物 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没关系的 但是它有了一种 很安定的感觉 所以说让我们这个 我觉得考生在考场上 一般大家也都会去 提前看考场嘛 去熟悉路线 然后在这个时候 让它在熟悉的环境里面 它的这种不确定性 不确定感 就会降低很多 它会有更强的这种稳定 稳定下来的 它的情绪 就会更流畅一些 带它自己喜欢的 那个幸运笔 每次用到这个笔 就可以取得高分 或者喜欢的那个文具 书包都可以让它 这个我们运动员 非常典型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球拍 球拍会有 然后有运动员 穿着这个衣服赢过 回去不洗 摆在那 然后下次再穿 其实这是一种信念感 对 就是强化自我的 这个我能赢这种信念 对 就是更多的 从自我的角度 去掌控一切事件 就是让学生 在考场上感觉到 我是主人 我可以对我自己的事情 说了算 太有帮助了 然后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可以迁移到 它对考题的 这样的一些回答上 高考的 短的是两天 长的是四天 可能在这个考完第一场 或者是第一天的 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孩子们心理上 也会出现一些波动 对 比如说考完了语文 第一天考语文和数学 考完之后数学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 考得不太理想的情况 那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 第二天考大中和 或者是英语 这种情况 怎么去帮助孩子 尽快地调整好 他们的心态呢 最重要的一点 一定及时放下 已经过去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给运动员 特别强调的一点 就是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例子 运动员 他是要打三组比赛 他打完三组了 他给他教练说 教练 我第一组打得不好 结果被教练抽马一顿 为什么 就是已经打到第三组了 你的注意力应该在哪里 应该走到了第三组 而他还留在第一组 所以教练说 你这场比赛要比好 那就奇了怪了 就是我们我觉得告诉考生的是什么 今天考完 不光是今天 第一堂考完了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放掉 不要管第一场考得怎么样了 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对第一场做什么了 对吧 试卷交上去了 你再回去对那个错题 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也不建议孩子 考完之后去对题 对题本身这个 也不一定谁对谁错 对吧 而且考错是正常的 那这个时候会干扰他的心思 就是最好做到 把第一场的事情放掉 然后把注意力全身心地 放在第二场里面 这是大家要去关注的 一定要心跟上节奏 我去关注当前 但是这个说着容易啊 但是的确可能有孩子 考完第一天 他觉得不好的时候 他的情绪上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 可以及时地关注 就比如说 如果孩子今天告诉你 妈妈我今天这场考得不好 我很难过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时候啊 这个语言的力量 可能不如行动 比如说给孩子 一个大大的拥抱 告诉孩子 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考完了 本身就是一件 非常伟大的事情 就让他感觉到 他已经做了一件 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最高线的一个事情 这种感觉 就会更好一些 实际上有时候 我们不用针对孩子 问了什么 我们回答什么 我们更多的要看到 他问这句话背后的 心理需求是什么 对 他可能这个时候 他也知道不需要讨论 对明天没有用 但是他又忍不住 他很难过 他可能要表达情绪 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 接纳他的情绪 我觉得你今天考得不好 就像说什么 就是共情他 然后接纳他的情绪 然后呢 再往下 孩子情绪缓解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 来应对第二天 或者说第二场的一些考试 那最后有什么祝福 想送给我们今年 参加考试的考生们 我觉得箭在弦上 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 都能够顺利通关 加油孩子们 期待你们明天 都能够考出好成绩 我们下期再见